一遇三大二生七劫了 今天以一个好的动机来参加法会 发烧三天 又拉肚子 哇 这下福报大了 你要这么想 因为你的动机是正确的 所以你以一个好的动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算你跌倒了 你都要放鞭炮 太好了 我的关节炎就好了 因为跌倒了 所以因为 你越发心 佛就越照顾你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只要愿意简单的去施食 三宝意念 诸天永护 你在做 佛在做的事情 所有的三宝都会想着你 照顾你 所有的护法善神天天在照顾你 因为你在做佛在做的事 佛在做什么 持悲众生 不是光人 因为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是学人间佛教的 我说你讲这什么意思 所以我不放生 我说你不慈悲 因为佛教是以人为关键 去帮助流导众生 所以念一下 愿天神发菩提心 所以读地藏经不是读给鬼听的 标准是读给天神听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到天上讲地藏经的 对不对 让天神发菩提心的 也因为这个菩提心就可以超度地狱到鬼道嘛 就这个意思 但现代人后来就把地藏经当作是念给鬼听的 所以各位不管你念阿弥陀佛 你最好先这样念 来 南无阿弥陀佛 天神发菩提心 阿修罗道不生气 人类修慈悲心 你要这样念 你念阿弥陀佛的目的 是要帮助六道众生 来 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我不生气 南无阿弥陀佛 我对老公好 你要开始这样念 你最好加一句你要干嘛的 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别跟我讲话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还没念完十万遍阿弥陀佛 自私啊 这个人念佛念错了 念阿弥陀佛是为了对峙你的问题 对阿弥陀佛是为了慈悲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像我们念 O Má Ní Bé Mí Hóng O Má Ní Bé Mí Hóng 就是把不干净的转为干净 叫O Má Ní Má Ní就是慈悲的意思 我给众生珠宝 最喜欢的 Bé Mí 我给众生最好的莲花智慧 Hóng 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在 Má Ní Bé Mí Hóng 充满慈悲智慧的佛的状态 从凡夫让他成佛 叫O Má Ní Bé Mí Hóng 如何从凡夫六道轮回变成佛呢 叫透过慈悲与智慧的运行 修行 O Má Ní Bé Mí Hóng 这个就是 Nam Má Ní Bé Mí Hóng 愿所有众生在莲花上面出生 愿所有众生往生净土 Nam Má Ní Bé Mí Hóng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Nam Má Ní Bé Mí Hóng O Má Ní Bé Mí Hóng O Má Ní Bé Mí Hóng 的意思 然后我念几遍 我念几遍 那你念老半天还是念自私的 你没有会出生在极乐世界 不要让我生气 不要让我离婚 因为我要爱对方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诵经持众 是为了对峙自己的烦恼叫智慧 为了帮助众生叫慈悲 不要忘了这佛教这两个支柱 所以佛教两足尊 佛是慈悲跟智慧的圆满 所以我们学佛就要这两个圆满 如何圆满 怎么慈悲 不失 慈悸 忍辱 精进 要精进的去不失 消除你的贪心 钱不是自己的 佛陀说钱是五家共有 钱是水灾火灾强盗 贪官败家子的 没有你的叫五家共有 所以各位有钱赶快用掉 不然你会后悔 所以不失目的就是让你可以消除自己的贪心 也可以帮助穷人护持三宝 所以叫不失度千贪 你会有福报 第二 持戒度伤害 我们要发愿 各位念一下 从今天 乃至成佛 不伤害任何众生 好不好 哦 这个功德很大 如果你今天蒸发好 掉到水里面淹不死 掉到火里面烧不死 别人刀子砍你会断掉 为什么 因为你守了一个不伤害众生的戒律是最大的保护 持戒是保护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去伤害众生你就会伤害自己 如果你永远不去伤害众生 众生永远没办法伤害你 水火刀兵永远不会伤害你 所以各位如果你经常去施食啊 做烟供啊 放生啊 你永远不会下地狱轨道出身道 这辈子永远不会被砍到伤害到 除非你术士的业障 这是你的业力没有忏悔 必须有这个灾难 但是其他的外力伤害不了你 所以如果你要修慈悲心 第一个你要不施 第二个你要守戒律 第三个来 忍辱度称会 所以各位你要修忍辱啊 今天你布施一百亿美金 然后又不伤害对方 对方又骂你 你要放鞭炮 哇 这个忍辱一下超过几亿美金的布施啊 你一生气 你的布施功德通通烧掉了 对啊 念一下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调查一下 脾气不好了请举手 老实一点 放下 不要再发脾气了 爱发脾气不修忍辱了 五个缺点 外表丑陋 第二个 声音难听 第三个 没有人员 第四个 没有福报 就没钱 第五个 死后下地狱 修忍辱的人 长得漂亮 福报好 口才好 人员好 死后生犯天 犯天就是上帝的天 这个叫智慧 所以各位 什么叫智慧 取舍 对的去做 不对的千万不要做 那菩萨活得的目的 就是要度众生 那你要度众生 不要用生气的方法 来解决事情 好不好 好不好 要决定啊 不然你要 我如果再生气 就咬舌头 你要发愿 你不发愿 我跟你讲 做不到的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啊 而且你没福报 怎么度众生 所以佛陀说 世间一千亿美金布施 不如佛钱 布施一杯水功德 但是你把所有佛像 都建成黄金的 布施 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你把所有戒律 都守得很圆满 不如修忍辱的功德 所以各位要很精进的 去圆满 再被一次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那这个就是福德之量 慈悲的质量 为什么 因为你离开众生 你都不能布施 慈戒忍辱了 所以各位 你开始修行了 千万不要手上 带着炼珠 带着咒语 然后会在那边骂人 在那边生气 特别女人爱漂亮 爱漂亮 不要生气 多微笑 脸美的不得了 不要骂人 声音好听的不得了 连死人家 都要听你的声音 就是邓丽君的声音 好听好听 所以我们去虎目超度 特别华人的虎目 放邓丽君的歌 那些鬼就来了 那再来超度 好听又好吃 OK OK 就好超度了 再来 第二种资良 你讲 智慧资良 那如何有智慧 你讲 禅定消除散乱 所以禅定就是专心 心不要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或是打坐 像我很喜欢精心 我很喜欢 过去是养成的 走过去 走回来 走过去 很专心 然后呢 超经典 思维经典 很专心 所以禅定就是心 不是说别人骂你 别人骂你 你都可以控制得很了 叫禅定 所以禅定就是 你能够掌握你的心 随便一下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生命 就掌握世界 做心灵的主人 为什么 心创造命运 你的心创造你的行为 行为引导的命运 所以我很喜欢讲 行为反作用力 行为高矮胖瘦富贵 来自你的行为反作用力 那行为从哪里来 心态 所以各位要念习禅定 念佛 忏悔 超经 拜佛 打坐 都可以 你要念习 你千万不能说 没办法 我这个脾气就是这样 我就是喜欢打瞌睡 那没办法 修禅定的人 可以三天不睡觉 七天不睡觉 我讲一个最难听的 龙树菩萨 是我们大圣的出主 中观 智慧 这还阴经 是他从龙宫里面 拿出来的 那有一天 因为龙树的信徒很多 千万人在听 龙树菩萨说法 那龙树菩萨的妹妹 长得很漂亮 他很喜欢表现 他的性感跟漂亮 所以那一天 很多人在听经 他就从中间走进来 然后龙树就骂他 因为他那一天 穿得低胸的 你前面那两片肉 在干嘛呢 他妹妹差点昏倒 所以他这样侮辱他妹妹 后来他妹妹就开悟了 因为这叫一针见血 所以各位 你要修行 要找那个很严的老师 不然呢 你不行的 因为人都有一个 虚有其表 对不对 傲慢 所以波勒的智慧 就是看到真相 不会被外表所迷惑 念一下 没有我 没有人 没有众生 没有所谓活多久的这种执着 因为这只是一个 暂时存在的像 所有的本体都是空的 像是假的 它是花 它是人 它是瓶子 它是书 它是桌子 这是大殿 它只是一个假像 佛教要我们念一下 看到实相 就是真实的面貌 叫实相 实相是什么 万法皆空 对不对 因为万法这些 花也好 水也好 这些都是暂时的 它本体都是空无自信的 男人女人 动物 狗猫 佛跟鬼 本性都是平等的 都是空像 都是佛像 那各位要有这个波勒智慧 有波勒智慧 那你就会开悟 你就能够成佛 所以修行不分这两个 这个叫福慧双修 在背词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那是修福报 修福报来消除你的贪心 伤害 爱生气 跟散乱 然后再来 禅定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 以精进的去禅定 禅定的目的是为了开智慧 看到佛性 如何利益众生 这两个圆满 你就成佛了 这合起来叫什么 Om ma ni pe me ho Nam mo amitofu Nam mo观世音菩萨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Om ala bata na di 就是文殊心众 每一个法门 都是让我们圆满慈悲 以智慧的方法 所以各位不要去排斥别人的法门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还要简单的回向一下好不好 虽然简单却很隆重 因为各位听闻佛法 希望各位改变命运好不好啊 佛已经在你心中形成了 你现在成为佛的儿子了 为什么 各位听了菩提心的教法 就是你要受菩萨戒了 希望大家都发菩提心好不好啊 大家都受菩萨戒好不好啊 大家都做佛的儿子好不好啊 继承佛的事业好不好啊 佛陀活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佛陀到现在还活着 佛陀的活的是慈悲与智慧 才是佛陀的生命 佛陀是没有形象的 花就是佛陀 水就是佛陀 佛陀说 只要能够变成利益众生的任何东西 那都是佛的展现 佛是没有形象的 离一切像极见诸佛 所以若能以色相与身见我 及人入邪道 你不能用 这个形象只是一个表达而已 所以我想各位要超越一切执着 我们要的是慈悲与智慧 慈悲与智慧的运作 叫悲至双运 那才是佛性 那我们要用佛性来生活 请问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但是我们借助他 感谢他 但是他总有一天会生病 会死掉 所以你要谢谢他 然后下辈子 你直接去极乐世界 然后呢 趁缘再来 像我下辈子都计划好了 我要投胎去哪里 我绝对打死不结婚了 但是不结婚 讲了说得到吗 那你这辈子就要死亡 之前的死亡要断除欲望 而且要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 绝对 我如果再去谈男女恋爱 就下无间地狱 你要敢发 然后用你的慈悸 跟你的愿力 就把自己的这些负面的消除掉 所以 然后你对每一个众生 只有平等的爱 然后你要这样发愿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家里摆一尊 你喜欢的佛像 相片也可以 相片也可以 像我很喜欢摆这一尊 看一下 那么我不动如来 为什么我喜欢拜他 看一下 无称大悲 诸元不动 你怎么勾引他 都如如不动 你怎么伤害他 他都不会生气 他永远保持悲心 所以 他的世界叫 妙喜世界 他可以让所有众生 现在就很欢喜 所以你念他的名字来 那么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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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马上你的憎恨心 不快乐就不见了 那些最痛苦的 自杀的 被砍死的 被强奸死亡的 就可以超度 那进一步各位去读他的经典 或是念他的咒语 但至少各位念 那么不动如来 然后呢 为了要超度堕胎胎儿 你只要看到人家怀孕 你就要念他的名字 然后呢 怀孕的妈妈不会生病 生出来的小孩 很健康漂亮 所有的阳光都会变佛光 因为这个太阳光越大 那个轨道的皮肤 就像玻璃欧酸一样的痛苦 所以你马上念不动如来 把阳光观想成蓝色的 他们一照下去清凉 超度 不会痛苦 所以很伟大 好 所以希望大家 真实的 能够念一下 卑至双运 一心念佛 法菩提心 往生净土 趁愿再来 普度众生 把生命规划 还没结婚呢 不见得要结婚 离婚了 高兴高兴 但是不要再跳下去 苦海无边 所以因为 但是也不是说 各位要去离婚 你要把你先生当阿弥陀佛 那你不是活在极乐世界吗 你把你太太当观音菩萨 那你不是充满爱吗 你把你儿子当文殊菩萨 他那么笨 因为他那么笨 你才会聪明 他是文殊菩萨来的 他都不笑 那你才会笑 所以各位 一切都是祝缘 因为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夜报 透过这个夜报改变你自己 但是不要去批评对方 不要去怪罪对方 那你就懂得用因缘来修行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恒川武宫寺早年由赵全老居室所创建 此人乐善好施 年少时无意间适得 武功适书 受其感化弥生 能避意众生 同瞻法语 顾则帝于墾丁大山 母山之石牛西 住家为四职 社坛并从事部教 碍于住家狭隘 顾决定移至今之横南路县子 则于五十年十月起见 经伴在于五十一年六月二日 举行落成仪式 而具有恒川镇地标性的武功寺 历经六十载 年久时休 更是如须长老在世时 心心念念未完成的一项之业 在历经多时的策划 从多方奔走筹募经费 到建筑蓝图的设计规划 紧定于114年国历10月24日 农历9月19日 观音菩萨圣诞书圣日 举行动土开工仪式 离请同门师兄弟主法 法徽开始 恭请海平法师带领于会信众 恭送福音品 诵经完毕 紧接着恭请法师盆进行 谈唱法径 祈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愿意祝福 法会圆满顺利 清静庄严 响亮的打板声集合重等动土仪式即将开始 恭请海平法师 圆城法师 海安法师 海山法师 海丁法师 海天法师 主持五宫寺 圆址 重建动物 祈福大殿 五宫寺 主持海安法师 代表致辞 让我想起过去 在观音菩萨 老和尚曾经跟我这样讲 当他来到恒春半岛的五宫寺 觉得半岛众生 灑也很重 也是佛法的边地 因此为立 奉法立身 而有走手计划重建 五宫寺会来的目标 我想给他建立一个 往西方净土的转运站 希望来到五宫寺的众生 各个都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 得生弥陀净土 得解脱六大沦迴的生死苦海 这个也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来到我们苏婆世界的本愿 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也是我师父 士与士与和尚的心愿 常驻五宫寺五年之久的海田法师 也为此次动土加冕 我们都知道阿弥陀佛是很久很久的寺廟 对不对 那时候我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落后的时候 就要拿面湯去浸水 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比较没注意的 米皮都都淋了 所以很早就要起了 因为那时候的时候 可能阴冕还没有心息 尤其是 还没有心息的时候 要做事情不好做 今天海南法师很大心 他的因缘申请 这方面 就是说 他是我们师父的最后的土地 叫做海安 意思就是说安啦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像今天这样 人山人海 未来 去这件事 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安身半岛 就是说希望 后面出现的人会坐 希望后面这件事 可以法轮常转 希望技术可以保持 希望这件事可以运作 主持正传在这件事里面 好不好 海平法师提起师兄弟 因攜手共同完成师父 如需长老的意愿 我师父是很慈悲的人 他如果没有病苦来临 我相信 武功士这个因缘很快会成熟 可是很多事情是因缘法 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 当海恩法师悟道说 我师父 此刻的忧愁 此刻的忧愣 就是因为 重建武功士这个没有做到 所以 他就 再提这个事 所以在很多的因缘 他就发心 然后刚好碰到 这些法师 还有灵春宴 菩萨 还有很多 大小功德主 大家认为 我们大家应该完成 如需长老的遗愿 所以才有今天 这个动土的典礼 那这件事是非常艰难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物价波动 而且我们是小庙 也不是有大名气 可是 这个路总是要走下去 也是要完成 老上的心愿 而我们这些徒弟 就是 人帮多少 就帮多少 就是最后要完成 老上的心愿 希望大家共同能力 武功寺预计 明年三月动工 台湾法师 敬邀诸位 护法 善信大德 一同共襄胜举 共同成就 要在明年三月左右 要动工 因为我们建的是 整个都是一楼平房而已 所以这工程 只要有钱 钱过的话 要建一年之内 就可以建完了 所以现在的话 也正在筹简当中 希望 所有的富华祭祀大德 所有的我的师兄 以及 把所有的法师们 能够来共襄圣集 妙法莲华经说 若人发心祭祷 剑寺 照相 如是诸人等 如见无数佛 自成无上道 广度无数众 据社论师说 若为出家人建造金堂 可获得梵天福德 于四十中节 享受无比安乐 如需长老重建武功寺的遗愿 加上众志成成的意念 祈愿出佛菩萨 隆天护法加倍 早日环工半岛 法轮长转 在国境之南的恒春武功寺 重建工程 一砖一瓦 都有您的一份行李 生命电视 恒春武功寺 采访报道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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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过中不时的意思 所以先当不时依日中 那个是指期 就是说过中就没吃东西 过中不时 所以有人说 叔父请问 过午不时是几点过午不时 还是几点 还是十二点半 还是几点还是吃 还有那种说 十二点坐着来吃 吃到你用了 就算了 就是暗中不要吃 不是 在佛字 太阳过中 日中 过一分就过午 一毫一法都过午 所以今天我们超过了 太阳过中时间 十一点五十八分 十一点五十八分 所以十一点五十七分之前 大家就要停 不能再吃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吃到日中 刚好 十一点五十八分 我吃到嘟嘟好 一定要吃到那个 那叫食非食 那会饭 所以我们就是 其一 过日中就不吃东西 叫我 联系 静静在生命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